你以为当初司马懿真的没有看透诸葛亮的空城记吗? 因为他知道,当你对别人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,就是你被踢出局的时候。 不信你看完这个故事,话说从前有户人家,家里总是招老鼠,然后这家主人就养了一只猫。 结果呢,这只猫非常的卖力,仅用了一天,就把家里所有的老鼠全都抓完了。 又过了三天,家里面再也没有老鼠出现。 这个主人就感觉这只猫已经失去了作用,留着它只会浪费我的粮食。 然后就把这只猫给丢掉了。 后来又过了一个月,主人家里又开始出现老鼠。 这个主人就和上次一样,又养了一只猫。 但是这只猫就非常的聪明,它偶尔抓几只老鼠,但是又不经常抓。 看到老鼠以后,它总是象征性的喵喵叫几声,把老鼠吓跑。 结果主人就对这只猫形成了依赖,对这只猫特别好,因为只要还有老鼠在,这只猫就永远有价值。 看懂了吗各位,飞鸟进粮工藏,脚头死走狗棚,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。